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有这块红骨在 鬼斗罗才能成为最顶尖的敏公系回师 但是这块红骨最终的归属却是朱珠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唐三从海神岛归来后 恰好得知武魂殿在追杀大明二明 为了保护他们 唐三来到了心斗森林 在判断完武魂殿的实力后 唐三打算对鬼斗罗下手 因为比比东的实力未知 给他下手有可能是比较好的战果 而鬼斗罗和橘斗罗在一起时 却可以尸杉武魂殿合计 这一点是很麻烦的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唐三只用一招阻击杀了鬼斗罗 而鬼斗罗陨落后 魂骨自然被唐三拿到手了 在唐三和七百会合后 把鬼斗罗的魂骨给了之族 使得大陆最强领东西国师诞生了 实力无数大陆的鬼斗罗 好了 等一下视频告这里结束了 我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